小古文 清明 海海爸爸摘写 制作 正文一读 清明 古诗 寒诗 清明 上诗 为三节后 因日期相近 后诗岁读以清明为节 兼行带柳 冷食 祭祖 扫墓 踏青 荡秋千 流伤之俗 岁时百问云 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静明节 故谓之清明 介绍 清明这个节日和七夕 重阳 春节这些节日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清明是用二十四节气来定日期的 因此不是阴历的节日 每年基本上都是杨历的四月五日 在古代 清明的前一两天 还有一个用二十四节气定的节日 就是寒诗 定在冬至后第105天 另外 又有一个日期非常接近的节日 上诗 定在阴历的三月三日 古代 在这段时间 官方一般会放长假 由于这三个节日日期非常接近 慢慢地这三个节日合并成了一刻 寒诗节的活动 诸如吃冷清团 带柳枝 上诗节的活动 诸如踏青 荡秋千 都并入了清明节 正文二读 清明 古时寒诗 清明 上诗 上诗为三节后 因日期相近 后世岁独以清明为节 坚行带柳 冷时 祭祖 扫墓 踏青 荡秋千 流伤之俗 岁时百万云 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静明节 故为之清明 现代文翻译 古时候 寒诗 清明 上诗 是三个不同的节日 因为日期互相接近 后世就单独把清明 作为节日了 清明节同时就有了 带柳枝 吃冷食 祭祖 扫墓 踏青 荡秋千 驱水流伤 这些风俗 岁时百问这本书说 万物生长在这个时候 都非常清静 明节 所以把这个节日叫做 清明 正文三读 清明 古时 寒时 清明 上四 为三节后 一日期相近 后世岁独以清明为节 坚行带柳 冷时 祭祖 扫墓 踏青 荡秋千 流伤之俗 岁时百问云 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静明节 故未知 清明 快来关注 订阅我吧